我要 你在我身旁 我要 看着你梳妆 这夜的风儿吹 吹得夕阳阳 我的孤单 我在他乡 望着月亮 都怪这夜色 缭乱的风黄 都怪这吉他 弹得太轻 我要唱这歌 默默把你想 我的孤单 你在何方 今天早上登高远望 现在在景山的万春亭 还是在北京的中中线上 北边是中古楼 然后这边我后边是北京的白塔 穷岛 北海的穷岛的白塔 然后东边的方向 也就是这边 是北京的CBD 其实今天心情有一点 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我今天看到了 刚刚起床打开抖音 第一条就是老饭谷的国家级的厨师 我们的老北京人 郑秀生先生 郑寿星先生 就直接在昨晚离开了我们 那这个消息 其实对于我来说挺突然的 因为我一直关注老饭谷 而且今天我跟我的母亲还在调侃 说这个大爷啊 真的就像戒饼 老北京话就是戒饼 就是你们家邻居 马路对面的老邻居一样 戒饼 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虽然我们都不认识 更不要说 我们这个可能是邻居啊 没有可能 但是呢 我觉得看着他就那么的亲切 就那么的像是以前住胡同里边的一个 胡同大爷一样 还有那个二白 那郑秀生先生呢 他的所有的这些做菜的这些作品 包括他的为人 在每一个他的段子里面 都栩栩如生 因为我在海外 我能从油管里边看到他所有的作品 当然抖音里也都是同样的东西 你会感觉他其实是 有的时候是很吃力的 有的时候他做饭你会看到 他其实是在手是在哆嗦的 而且呢 呃 也是身上出了很多的汗 虚汗 就是正常的情况下 人的身体是好的情况下 他不会有这种感觉 呃 说明他身体发虚 而且呢 呃 其实他可能是当时 能看得出来有慢性病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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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呃 他在无论是抖音 还是在海外的油管里边 呃 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那也就是说 大家看到的是他的这个为人 其实更多的如果是行业内的朋友们 可能更多的也受到他的一个感召 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他每做一道菜呢 与其说是在演绎他的这个厨艺的功底 不如演绎他的一个精彩的人生 不如说演绎他的一个精彩的人生 真的是呃 我看到一些简介上说他 他的擅长是淮阳菜 但是我觉得他做每一道菜 都是在用心在做 真的是在用心在做 他的一朝一世 他的每一个工序是如此的娴熟 无论是在二白的这个帮衬下 因为他年事已高 身体呢 已经是非常的虚弱 但是仍然在坚持 每一个段子你都会感觉到 他是在用心 很多次呢 我看到他是经常是用左手 啊 这可能是他多年来的习惯 很多次他在切菜的时候 都显得那么的吃力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所一直倡导的这种匠人精神 工匠精神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在这里呢 表示由衷的发自内心的哀悼 因为他的去世 因为他的离开 我们中华美食 中国餐饮业 厨师界的一颗巨星的陨落 虽然我不是在这个行业 我对这个行业也不甚了解 但是呢 我相信 这个行业里的这么多位大师 肯定也为此而感到无限的惋惜和遗憾 如果你在此发收到看到了我这条视频 刷到了我这个段子 我希望大家可以从心底和我一样 共勉吧 这样一位大师真的是很难再找到了 这个是我们中国或者是也许是全世界 美食界 厨艺界 餐饮界的这么一个巨大的损失 之前我在段子里可能没提到过 我所知道的一点点的历史知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我身后的这个故宫 故宫和景山之间 中间有一道 已经被拆除的 已经是没有遗存的这么一道门 叫北上门 是在故宫的北门 也就是玄武门和这个故宫和景山之间的这个门 叫北上门 已经现已拆除 然后在这个北上门 再往西的位置 也就是今天的这个三角地 我们俗称三角地就是 北池子和北海团城之间这个部分 那有一个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 就叫大高悬殿 在大高悬殿的前面 也就是它的南面 正对着西北角楼的方向 正对西北角楼的方向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历史建筑 当然现在已经是现已无存了 也已经被拆除了 那个就是大高悬殿前的牌坊和洗礼亭 如果你能有机会 有办法能搜索到 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些文献资料 1914年的北京地图和 老北京的这个名乾隆年间的这个 或者是宣统年间的这些老照片的话 你能很容易找到 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大高悬殿前的牌坞 还有它的这个洗礼亭 也就是王公大臣 和这些所有要 要上朝的这些文武官员们 必经的一个亭子 它其实不是一个亭子 它是由三个不同的建筑体组成的 因为呢 它的外形结构 尤其是它的顶部设计和角楼 几乎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的 上朝之前它所发挥的作用 文武官员上朝之前 整理好衣冠 上朝的这么一个作用 然后大高悬殿前的牌坊 还有北上门 故宫北面的这条景山前街 以前是没有这条路的 是后来开凿出来的 这条路以前也是一个小的兵营 一直横贯景山公园前面的东西 整个横贯它的东西 所以在后人 其实很多人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的 你包括这个 以前的护城河 现在你看到护城河可能只有一片水 那以前的护城河里面 其实和今天的北海公园是一样的 种满了荷花 北海的北海大桥 也就是以前的金鳖玉洞桥 是今天 在今天北海大桥的这个位置 再往北差不多30米的位置 为了扩宽这个前面的这条文金街 所以把这个金鳖玉洞排坊拆除 然后往南移了30米 扩宽了今天的你们见到的北海大桥 金鳖玉洞桥两侧 顾名思义 就是金鳖玉洞排坊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我后面的故宫啊 金鳖玉洞排坊也是非常的唯美的 我在这儿不是做导游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一些我知道的 或者可能你们从来不知道的一些北京的历史 然后这个后面 就是中轴县 北边的这个大雄宝殿 西边呢 你能看到的就是北海的小溪天 藏金阁 五龙亭 当然里面还有这个九龙壁 但是呢里面九龙壁实在是这个太矮了 你根本看不到 然后还有这边 北海的白塔 这些都是其实是我小的时候的一些回忆了 然后还有这个设山 圆形的拱顶建筑 圆形的建筑 这么一个亭子 那里面叫设山门街 万春亭当时是皇帝登高远望 在全北京最高的制高点 当然现在肯定就不是了 最后一点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从这个景山的西北角的方向 这个西北角的方向 有一个有一个以前的一个倒灌 那个倒灌的位置开始 是从北海里引流出来的一个水渠 那个倒灌的位置出来的那个水渠 沿着景山的西墙 沿着景山的西墙 一直到我刚刚说的洗礼亭的位置 汇入到故宫的北护城河 汇入到故宫的北护城河 也就是说整个它的走向是南北走向的 今天这个河已经变成了暗区 在这里边可能没有人知道这个暗区的位置 它正好是沿着景山公园的西墙 以前北京的水渠其实很多 包括照灯雨露 包括这个西边的东边的这个东华门 以前皇城根遗址公园的这个南北向 其实都是河渠的位置 还有今天这个东郊民巷西郊民巷 使馆区两边两侧 那个河道是从东东华门的位置引流出来的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 北京的这个水系 在明清时期是非常非常的丰沛的 今天也就分享这么多吧 正好今天早上登高远望 在景山这个制高点上 能想起多少 就跟大家分享多少吧 给我回家的照片 打开手